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春節即將到臨之際2月9日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 在社交平台X發佈了多組的節日相關對比圖 從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現金色不同的中國 華春瑩發佈的第一組圖片 對比了2012年和2024年回鄉下的方式 她是這麼寫的 她說中國有句俗語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 家是心之所在 過去中國人坐著慢速的火車回鄉下 需要是幾天的時間 現在坐高鐵 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以回家 第二組的照片和過年的食材相關 華春瑩介紹說過去北方人過年時都會團職大白菜 現在就有了充足的供應和現代化的超市 人們一年四季都能夠吃到各種新鮮的蔬菜 第三組的圖片分別是上世紀80年代 和2023年的家庭歡聚一堂食年夜飯的照片 華春瑩評論說 無論房間的大小、團圓飯對於中國人的隨即夜來說 都是必不可笑的 新年發紅包的雜族也發生了變化 華春瑩說過去的長輩們時常都被孩子們 或未婚的成年人派發裝有現金的紅包 而現在很多人都選擇通過手機、微信發送數字紅包 此外在過去的娛樂方式方面 華春瑩就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 如果你家裡有一部小小的電視機 可以看到春晚的話 一定會引起鄰居的羨慕 但到了現在 人們在春節期間享受多種娛樂活動 電視只是其中之一 華春瑩跟著就寫上 幾千年來中國人慶祝春節的時候 總是會點燃燈籠照亮天空 如今無人機表演等高科技展示的手段 更為這個古老的傳統爭光添彩 而在少數民族地區 華春瑩就說 如果將現在藏族家庭的春節慶祝活動 和20世紀80年代相比較 你便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 以此同時 藏族同胞的文化也得到了尊重和保護 而最後一組的圖片就是分別展示了 海內外慶祝新春佳節的場景 華春瑩說 過去慶祝春節的主要是中國人和海外的華人 現在春節已經成為了世界各地人民 共同、歡慶的聯合國節日 通過華春瑩這幾組的圖片 看到了中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發展 尤其是過去十年 不僅是經濟增量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生活質素的提升 和科技創新的彎道超車 這些發展作為中國人當然感到高興 但是美國政客眼中就越來越不安 近年來美國不斷地找尋發展中國家 想替代中國 其中最被美國看好的是印度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更是將印度總統莫迪當作上賓地看待 處處都遷就印度想搞印太框架圍堵中國 不過近日有美媒就批評印度只是將美國當作老陳 接了美企從中國轉移出來的訂單 繼續買中國的配件 根本就達不到美國想排除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目標 而且印度還不對美國的產品開放市場 美國媒體的分析還刻意搬出了越南來挑機印度的 彭博社2月8日刊登文章評論 說印度要認識到越南才是它的最大競爭對手 而並非中國 試圖敦促印度要進一步開放市場 文章的作者是前彭博社科技記者 有領導人開放市場為國際公司提供便利 在勸說印度優化營商環境這個問題上 美國並非孤軍作戰 去年7月時任日本外相林芳正訪問印度期間 要求合作改善投資環境 並且匯見了印度總理莫迪 優畢判謝此受建言說 印度應該降低他們的關稅水平 並且將來自美國等方面 適當開放市場的建議視為真心誠意 而不僅僅出於自身利益的遊說 因為印度工業基礎的崛起 對這些國家而言是雙贏的結果 而印度當前實施的投資激勵措施並不成功 在他看來莫迪政府10年前推出的印度製造政策 初看起來似乎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以果鏈即是蘋果公司的全球供應鏈 為代替的電子製造業快速發展 成為了這個國家帶來一定的實惠 但實際上也在某程度上 束縛了印度製造業的更多發展 文章說印度政府提高了製成品的關稅 刺激了富士康、和石等蘋果代工工廠 擴大在印度的業務以規避關稅 但在印度 而且只是為印度生產是行不通的 只需要與擁有10億多智能手機用戶的中國相比 我們就會發現 單靠國內市場並不足以支撐 龐大而複雜的電子產品供應鏈 中國製造的大部分產品都容易出口 有二判提到雖然印度獲得了大量海外投資 但富士康上月宣布將會斥支1億美元 在越南新建工廠 這提醒大家印度並未壟斷承接所謂產業外遷 墨西哥、泰國、印尼和捷克也在爭取更多資金 以建立全球電腦和電子產品製造商的供應鏈 他指出大多數國家都通過稅收減免 設立專門的自由貿易區或工業區 提供水電等公用設施優惠 免費提供土地、保障工地、勞動力等措施來吸引投資者 相比之下印度的高關稅就顯得格格不入 實施較高的進口稅確實促使企業在印度設立公司 為當地消費者供貨 同時都降低了他們在出口市場上的競爭力 文章認為印度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開始向外看 這就意味著要了解印度的投資和商業環境 並不具有競爭力 意味著要認識到越南才是它的最大競爭對手 而並非中國 文章引述研究說在超過85%的電子產品關稅類別中 中國、墨西哥、泰國和越南都擁有更具競爭力的關稅水平 為了抓住所謂的中國加一 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舉措 包括了生產掛鉤計劃、稅收補貼等 印度已經是簽署13項自由貿易協定和6項的優惠貿易協定 並與加拿大、英國和歐盟進行談判 不過包括印度媒體在內的一些國際媒體也意識到 限於自身短板太多 印度所獲得的機會也很有限的 內地的觀察者網引述印度媒體的分析中提到 跨國企業在印度面臨諸多的挑戰 複雜的官僚程式和稅收制度 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後 土地徵用問題特別是企業可能會面臨當地社區的阻力 員工的培訓和技能培訓投入過大 文化和語言差異等等 台灣《中時電子部》去年8月也刊文提到 印度發展的速度遠不及中國 這與兩項指標落後於中國有關的 第一是性別平等 一是人力資本投資 印度能否取代中國成為第二個世界工廠 晉升為超級經濟強國 還是一場媒體神話 有待更多的觀察 印度是全球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根據統計2021年至2022年 印度15至59歲間的勞動力人口中 女性佔比只有29.4% 男性勞動力人口佔比是80.7% 在教育水平上 中國的成人息子率已經是接近100% 印度只有76% 其中女性只有69% 至於近年來一些產業出現向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 有專家就認為從長遠來看 這未必是壞事的 根據內地的第一財經報道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 去年11月 在第六屆紅橋國際經濟論壇上就說 目前地緣政治影響加劇 非必需品的供應鏈產生了新趨勢 但這並不意味著會有中國供應鏈完全搬走的情況 而且中季都希望供應鏈能升級 產生更多以技術為主導的鏈條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全球中小企業聯盟副主席何偉民認為 如果中國投資越南、墨西哥等地的產業鏈 那從越南、墨西哥賣到美國或歐盟的產品多了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 中國本土出口的產品數量少了 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 出口的產品數量反而是更多了 而且從全球來說 中國的全球供應鏈仍然是完整的 從美媒的分析可以看到 美國對印度的高關稅很不滿 刻意要拉上越南來說事 就是想敲打印度 由此可見地緣政治的複雜性 其實中央高層也看通了 美國拉攏中國周邊國家的舉動 同時也看得出印度和越南等地的競爭性 去年中國和越南升級關係就是要對沖印度的舉措之一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